王家儿与何佑君 除了生意上的合伙人 也是关心很好的朋友 近日何佑君在路纵 爱的休学旅行中 被要求现场给好兄弟打一通电话 何佑君打给王家儿后 一开口就说到 自己正在考虑和西梦瑶的关系 似乎暗示自己有离婚的打算 王家儿听到这番话 直接用粤语大骂他 你是不是有毛病 爆气的模样笑凡众人 后来西梦瑶和王家儿打招呼时 他也没认出来是谁的声音 他很不客气的问你是谁 可见王家儿真的被何佑君 开头的那一句话给气到了 连西梦瑶的声音都没认出来 对此王佑们纷纷大赞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听到何佑君似乎想离婚 第一反应不是附和对方 而是想要骂醒对方 也证明了何佑君和西梦瑶 是真的很相爱 才开得起这样的玩笑呢 这就是这不是这种鬼儿的 这就只能银下来 这就是这种鬼儿的 这就是这种鬼儿的